我们现在在做的我自己啊 我会帮自己做规划 因为现在利率都越来越低嘛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开始会做的 像是一些分红的保单 那其实早几年我开始会做的是 像是一些那个利便型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还有在更早期的话 其实像投资性的保单也都有 在金融业工作将近14年 已经成为公司主管 不仅要帮客户处理保险业务 在30岁时就懂得开始为自己退休生活 做打算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民众 20岁30岁就开始买保单 有的是父母帮忙找 有的是自己在家保 但在每个年龄所规划的保单 也会有所不同 但你有检视过 哪些是能真正照顾到年老后的生活吗 年轻时所面临的风险跟中高龄时不同 所以在退休之前呢 需要做保单的审视 根据最新的调查 人的医生当中呢 医疗费用大概都会超过400万 而65岁以上的人口 平均的医疗费用是 45到64岁的2.3倍 而这些呢都会成为 规划退休时的考量重点 如果在退休后健康亮红灯 民众大多都不希望自己辛苦存的退休金 全部填补在医疗支出上 所以买保单时要把健康风险评估 作为审视保单是否不足的关键质疑 就是你可以健康退休 那可能突然状况会不健康退休 甚至必须被人照顾这种看护的退休状况 第二退休之后可能你的收入会中断 所以未来可能要面临 比较庞大的致富额的医疗费用 所以在十支十付这部分 你可能要去做检视 第一个就是它的额度 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的地区医院 当你未来真的需要就医的时候 它的一些实际的费用 病房费或是杂志或是手术费用 可以cover这个额度的上限 那你可以采一家把额度做高 或是采第二或第三十支十付 然后确保未来刚刚提到的 退休如果你需要 你会面临到一个不健康退休的时候 可以靠这个医疗费用来转嫁风险 不会让你的退休金成为医疗费用 根据调查 台湾人平均理想退休年龄是60岁 但却往往到了中年之后 才发现退休准备远远不足 专家分析在受险 意外险 医疗险 癌症 重大疾病等等六大类型保险中 受险与长照更是维系年老生活的重要保障 你可能要准备一笔 可以自由应用的这些的医疗费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买很多像 重大疾病保险或是买癌症保险 他们都会有就是一旦离癌 或是一旦罹患重大疾病 他就会寄付一笔保险金给你自由应用 这跟刚刚讲的第一个交给医院的内部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就是你可能要规划就像我刚才讲过的 你要准备一些这些的费用是要给照顾你的人或机构在使用的 退休规划对年轻人来说看似还很遥远 但随着平均寿命增加 所需的金额也可能跟着增加 要尽早做好全盘计划 才能让你我的退休生活更无后顾之忧 TVVA新闻 罗氏鹏 刘军台北桃园 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